圆,圆呢我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圆头组,为什么会这么出名是说在1958年的时候呢,Gorola先生说啊,太湖家旧处毕竟在圆头,就告诉我们最精华的地方呢,看太湖最精华之处就是在我们圆头组上的。 圆头组的美丽景致很早以前呢,就被人们所向往,文人雅士的永畅之作更多,像广福安便是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一处。 寂寞无习之线廖伦在临湖壁上,提了帮运无悦跟横云摩耶石刻,再美了太湖的开阔气势,也蕴含对此地风光,静纳无悦山水之美的评价。 在这里呢,吃饭永远是一件新鲜事。 太湖传菜,原先是指太湖东岸的渔民,率先在太湖边的渔船上,推出具有渔家风味的菜摇,用来招待南来北往的客人。 菜是以河鲜为主的,有的就是当场从河边捞起来,海鲜活扭个不停的鱼饵,船家呢,立即料理烹饪,眨眼功夫就端上桌了。 太湖三白指的是白虾,白鱼,银鱼,它们可是太湖当中的交汇和鲜,像银鱼呢,一离开水会死的,四个小时之后就不能吃了。 至于白鱼呢,可以说是三白里头最讲究加工的。 做清蒸白鱼之前,得先用盐跟姜丝,爆烟四十分钟,然后洗净它,加上佐料进锅,用大火还要蒸上七八分钟。 在吃的时候鲜美无比,似乎鱼的新鲜,会从嘴巴里头冒出来一样。 而抿出极细的骨刺呢,偶尔会刺到舌头的,但是并不会感觉到疼痛。 这清蒸白鱼一上桌呢,香味便随着空气扑鼻而来。 瞧这么鲜嫩的鱼肉,真叫人垂涎三尺。 它的喷嚼方式呢,一般来讲就是说,比如说银鱼的话,就是说把它烧一种银鱼根。 那么这对于银鱼来讲,它是一种最好的一种夹工方式。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银鱼呢,它是,它本来就是说,这原料的要求是要新鲜。 新鲜的话,当然有很多种加工的方法,但是如果烧根的话呢,最能体现它的本味。 包括白鱼和白鱼,白鱼是清蒸,白鱼那是白酌。 这三种的加工方法,就是说最能体现这三种原料的它的本味。 加工就是越是简单的话,越是能体现这个原料,它自身的价值。 如果说加于过多的原料的话,比如说味道很好,但是已经失去它原来, 这个原料自身的一个一个一个味道,是特别的。 如今太湖传菜虽然少了小船的摇晃,但是太湖的三白呢,反而料理的更具滋味。 吃完太湖三白,我们继续前往同样位在太湖风景区当中的景点,叫黎园。 原因湖而得名,湖因仁而得名的黎固,原名叫五里湖。 两千多年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大夫范黎,铸越聂吾之后,功成身退。 他跟西施呢,曾经在五里湖泛舟逗留,后人便把五里湖改称为黎湖。 这儿的水面积占了三分之一,错落在绿树花影当中的亭、廊、桥、谢,散发出水乡园林的特有风情。 黎园主要有三个部分,中部有甲山群,西部有湖冰长蹄跟四季亭, 而在东部呢,有长廊湖心亭跟层坡叠影的新区。 黎园因水而活,净显山水交融之甲山真水的无限情趣, 让人会领悟到山水照砍水绕廊的意境。 园区长达两百八十九公尺的千步长廊, 让人趋暗震水,一步换紧。 八十个图案各异的青马花窗呢,更是别具诗意。 黎园深处有个池子,池子的四方呢,有四样不同的亭子, 取名为四季亭,当然呢,也就对应不同的风光了。 春季万字千红,所以挂上一红点。 夏季绿树成印,挂上了低脆扁, 到了秋天桂花香,而且橘黄蟹肥,便挂上了醉黄扁。 冬季辣梅开,而且瑞雪照丰年,乃挂上银白扁。 文化跟景色的相互结合, 让四季亭呢,更增添时空交流的韵质。 离湖是太湖的内湖,由于离湖位在无习之西, 所以古人呢,喜欢将离湖,跟同样秀美的西湖相比。 而这素有无习西湖之称的离湖, 就这样在无习老百姓心目当中千年流淌着。 无习是佛如共存的多元城市, 境内呢,可以看到许多的佛寺, 其中灵山大佛是最出名的一个。 大佛所在的位置,是唐玄藏命名的小灵山, 顾名灵山大佛。 灵山大佛景区,位在无习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占地面积是三十公顷, 大佛围然耸立,气势雄伟壮观。 听说这个啊,是花了十万块人民币做的这个中央的净水处理器, 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九龙怪鱼玩了之后呢, 大家都在接这个圣水。 大爷,我问您,您接的这个是什么? 圣水。 圣水,您喝过吗? 没水,我喝过,是百病。 你看过,是百病啊? 你有这个效果过吗?你有这个经验吗? 对。 有啊,您这之前都有什么病吗? 啥都都有。 真的? 圣诞天多好。 也喝完之后就健康了。 对。 灵山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之前的唐代,相传玄奘西天取经归来,游历东南至此,来到现在的小灵山。 就是我们灵山圣景呢,从一开始建设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打造新的文化遗产,这样一个标准,来打造整个灵山圣景。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创新传统文化,创意佛教文化,创造这个新的文化遗产,这个三创,来打造这样一个文化精品。 因为灵山每一个每一项工程,我们都是精心打造,第一,成为一个二十一世纪,佛教新的圣地,第二个就是成为世界界的人文旅游目的地。 所以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吸引了数一千万计的游客到灵山来朝礼,观伏,拜佛。 玄奘见到小灵山,从蓝蝶翠,景色非凡,大为赞赏,约,无书西竹国灵鹫之圣也。 于是呢,就给此山取名为小灵山。 矗立在小灵山南路的灵山大佛,包括莲花座在内,高度有八十八公尺,相当于一栋三十多层楼房的高度。 比山市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四川乐山大佛呢,还要高出十七公尺,到目前为止呢,是中国最高的巨型佛像。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惯性,就是社会越发达,佛像跟寺院造得越大。 寻此逻辑来推演呢,灵山大佛正反映华东,这一负责宝地,他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 别以为灵山大佛晚上没有看头,也有灵山大佛,结合现代数位媒体科技,精心制作的《灵山吉祥宋》也尽情上演着。 灵山吉祥宋是一出大型音乐史诗情境剧,它讲述佛祖舍弃皇太子之位,以及王室的显贵跟奢华生活。 他出家学道,在经历磨难之后,觉悟一切种枝,有一个凡夫俗子成长为举世静养神佛的故事。 灵山吉祥宋的创作是精雕细琢,从策划到完成历时三年,创作班底呢,汇集中国顶尖的名家大师。 灵山吉祥宋的演出场地,是在世界佛教论坛的主会场,梵宫圣坛。 上千人端奏其中,两百七十度的环形大荧幕,视线出浩瀚的宇宙,跟其运的大自然。 佛陀的喃喃一语在耳边回响着,浑厚的钟声由远而尽,仿佛将我们带离凡尘俗事。 当象征觉悟的菩提树缓缓升起,震撼的感觉会由心而生。 眼前者天下第一掌呢,是按照灵山大佛右手复制成的,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同直手掌。 想要跟大佛近距离的接触呢,有方法哦,就是摸摸佛手,增福天兽,抱抱佛脚,福报平安。 现在与乔家借由我的手提所有大佛群体的观众,增福天兽。 天下第一掌是灵山大佛景区香火最旺的景点之一,当初呢,是为了让游客更直观感受灵山大佛的宏伟, 让游客呢,更便于瞻仰,抚摸,算是一种很有佛心的创意。 下段节目带领各位探访清代康熙乾隆皇帝,留下江南的必经之地。 我们不吃饭,吃饭,吃饭都不吃饭。 我们不吃饭,吃饭都不吃饭,天鹅也不下饭, 如果没有饭,太饭就不吃饭。 我们家开车很添。 如果说开车,我们都花口这瓶不容易担。 每个才会开车? 多瓶斬鸡。 三点四 别怀疑 每一公升就降三点四 加越多 转越多 现在到全国交友站 刷永风全国GoLife卡 汽油天天每公升降三点四元 全国坠沙三点四 只有永风全国GoLife卡 优惠到年底 早饭早站 刷永风全国最风 统一生机天然海盐 来自南极海 纯净无污染 美味北析感 统一面包运饭团指定使用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陆巡旗 恋爱是青春的极短片 渐落乳酸饮料 人塗りで濃密な色帖を纏う 新感触 溶ける生ルージュ エスプリーク 高生 外壳下火烧器 任命切热器 感觉好惊疼 快点 幽露鞍配小公子 小小林 嗯 比地感觉有点好 三几号算票 幽露鞍 消除症状第一步 不要坐太久 天天有蔬果 少辣少油炸 反后走一走 好 记得不用政绩加味消致丸 止血消准 致便秘降火器 嗯 政绩加味消致丸 参与扮男装 弄出笑话一箩筐 游戴 你一个大男生 干嘛在这种东西啊 流汗啊 这很吸水 拜托 8月10的化碗金时点 男女生了没 无锡城南 濒临太湖 城西呢 只有100多公尺高的 一脉山岭 作为天然屏障 而山脉的主体呢 正是惠山 以慈当文化文明于世的 惠山古镇 就坐落在惠山的 东北边坡上 这座古镇呢 被认为是目前无锡市 现存唯一具有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资格的标的 何以它拥有 这样的条件呢 现在我们来做一番了解 无锡惠山 自古就是江南著名圣地 文人默克分治踏来 从南北朝到唐宋 元明清 积赏惠山中灵玉秀 地灵人杰的诗词歌赋 跟泼墨书画 成为惠山后执千年的历史文化 所以这里呢 有露天博物馆之城 现在乙桥到了这座古镇呢 虽然核心区只有0.3平方公里 可是呢 却拥有了非常多的物质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说是无锡的露天博物馆 除此之外呢 这里虽然地方不大 可是却拥有一百一十八座宗词 现在就跟着乙桥 一起去探访这座惠山古镇 惠山历史文化街区 因词而生 因词而新 这些古词 古寺 古桥等的文化景观 蕴藏着浓厚的人文气息 这里珍视文物古迹 惠翠历史文化丰厚 在区内 有惠山祠堂群 祭唱园 天下第二拳 等三项国家级的文物 首先要带领大家了解 惠山的祠堂文化 惠山历史文化街区当中 保存着 唐朝到民国初年的 祠堂建筑跟遗址 有一百一十八处 涉及姓氏有八十个 分为清定观设 跟民间历史两大类别 在这两大类别之下 又能细分为 宗词 家词 贞节词 佛院词 园林词 杭会词等十类 比较完整 跟系统地保存着 中国祠堂文化发展的 千年历史 数量之多 规模之大 保存之完好呢 是世间所罕见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祠堂都聚集在这里呢 因为古早的惠山古镇 寺庙道观众多 是一个福地洞天 所以在明朝时期呢 许多达观贵人 都在惠山古镇 构地建祠 加上古代不少的 名人死后 也都葬于惠山山路 他的后人呢 在此地建祠 到了清明时节祭祖之后 就到坟地上坟 十分的方便 接着带您瞧瞧 另外一项国家级的文物 纪畅园 清代康熙乾隆 两位帝王 对纪畅园呢 都十分垂青 在一百多年当中 祖孙两个人 分别六下江南 每一次都要到纪畅园 康熙还特意 为继唱员提写了 松风水月等的时刻 而园内著名一景 九狮台呢 是将许多狐狮合成一体 故意地塑造出 许多似是而非的 狮子的模样 接着峰回路转的八音箭 两侧黄石浑厚突兀 像是天然峭壁 一只山泉在箭底流淌 空谷回音产生了音响效果 八音之名由此而生 锦绘一呢 是计唱员里面最大的水池 景观延迟布置 计唱员呢 它原来的主人呢 在这个原子的时候啊 利用了两点 它有比较独特的造员手法 第一个它就是借景 因地之以借景 把从那个几百米以外的 那个西山上的龙光塔 把它借过来 其实呢 当时是一座山 就看上去 这个院子呢 就变成了无限大 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当时的主人 他利用造员手法呢 利用了那个湖石和黄石 这两种石头相结合 因为湖石呢 在我们这边江南地带呢 是本有的特色 它主要有咒售特露 几个特点 然后结合了黄石以后呢 把整个那个一个院子的 那个自然风貌 把它凸现出来 西会公园管理单位 整修了继唱员等文物古迹 充实了文化内涵 形成丰富的景点群 石前的玉碑亭当中 有乾隆玉璧 据说当年乾隆来此地的时候 认为此时 为然昂首 有大丈夫的气魄 曾将美人石改名为 戒如风 这座宋朝的金带桥 造型匀称 雕刻精美 文化文物价值都属上成 从习惠公园的古画山门入园 可以直达惠山寺 清乾隆皇帝南巡 几次由惠山 清书惠山寺匾额 这里还设有乾隆小玉碑亭 是西慧公园的一处景点 素有九龙十三泉之称的惠山呢 其中以第二泉最富盛名 泉水生于十股源自山中 四季临江满池 中国自称天下第一泉者众多 不过唐代陆与茶经呢 将惠山泉水平为第二 惠山寺是江南明差之一 始建在南北朝 香火一直鼎盛 无习呢 处处是自然景观跟历史文物的结合 浓浓的人文气息 一直飘散在这个古镇当中 会让人刻骨铭心的 下段节目带领各位走入千年无习的十一住行当中 来体会无习的古风情韵 老师提不起进 贝利安逸状为您补充活力 广告看完还是没进 快试试贝利安逸状 你还要开始无影啊 无影比较厚的啦 很重 我来 不要客气 贝利安逸状 以均衡样素帮你补足活力 让明天的美好超乎期待 贝利安逸状 他的过敏症状就是 他要上课的时候 一觉得我鼻子不舒服 一直想要找卫生纸 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听到老师在跟他上什么课 喝了LP33他是有明显的改善 他上课的时候比较可以专心 LP33帮你调整好体质 还有一米优多 销售千万瓶 好喝更健康 明天在收看的是大陆巡奇 关键环节每天受压 光是走路就承受身体两倍的重量 上楼梯变三倍 下楼时更要承受五倍的重量 关键环节长时间过度挤压 就会影响行动力 新安逸关键 脉米盖 帮助维持骨骼健康 五倍葡萄糖胺 能让动作更灵活 让你保持最佳行动力 新安逸关键 维持行动力的关键 抢救疼痛快用砂龙巴斯舒适贴 超薄新设计 对折迅速贴 药效渗透 摆脱疼痛 砂龙巴斯舒适贴 石片桩新上市 老婆你怎么样了 不舒服啊 快快快吃又糖果 我太太血糖不闻 吃糖是急救 平日保养要靠完善 我们每天都喝一瓶完善哦 我也是听医生的建议 贵格完善有 膳食纤维 DGI两倍各 三重稳定机制 还可以取代正餐哦 好体力 出门好好玩 贵格完善 照顾糖尿病真周到 还有糖尿病营养粉 居家使用更实惠 新北市三重破坏 一起连续抢夺案 一名王姓嫌犯 因为缺钱买毒 竟然以搭公车的方式 寻找目标行抢 他专挑清晨单独上班的 妇女下手 抢夺时手段残忍 甚至将被害人 拖行在地上 导致身体多处受伤 逛夜市要注意安全 桃园夜市发生一起 富人逛到一半 竟然脚卡在水沟盖里面的意外 引来大批逛街民众 围观议论纷纷 最后只能出动 大型破坏器材救人 富人好不容易才脱困 台南有一位农民 在自家的果树上 发现一个超大的蚂蚁窝 就您画面中看到 这蚂蚁不但数量惊人 而且每只都很大 还会跑出来咬人 让这位农民全身发毛 非常困扰 只好请消防队帮忙摘除蚁窝 更多内容请锁定6点56分 中正新闻全球报道 无锡的水向风光 并不只限于南边的太湖 它的北面是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运河 它更具体地呈现了 江南人家的古风情运 古河 古镇 古庙 古塔 古瑶 古街 还有古明居位为大观 而现在请大家一起去感受 这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 无锡以古运河为轴 清明桥为河心 并行了两条沿河古街 跟河畔的南禅寺 就像替无锡的文化内涵扎了根 位在河畔的南禅寺 始建在南朝梁武帝太清初年 公元547年 是南朝484之一的江南明差 旧称梁西风大叉 虽然说历经风霜 屡费屡心 但是总体来说 幸运大于不幸 南禅寺北宋天圣年间曾经重建 宋仁宗的四名福圣禅院 自此以后历代都大力正修 如今南禅寺规模宏大 高僧辈出 南禅宝塔庙光塔 塔身高耸 与湖光山色相辉映 被列为是席山八景之一 最近几年以四新市 建成了南禅寺景区 坐落在无锡最繁华的路段 与南禅寺 尿光塔 谷运河融为一体 经过几年的市场运作 已经形成风味小吃 特色餐厅并存的美食商店街 而无锡美食呢 属于四大菜系八大帮的 苏菜系苏席帮 口味偏甜 著名的无锡小吃 有小龙蒸包 三桶桥酱排骨 还有清水油面筋等等 无锡小吃很多 以馄饨最为较作 树家争吟各领风骚 而玉兰饼呢 是江南一带的特色小吃 它是用糯米跟肉馅做成的 玉兰饼呢 是由无锡孙继高团店所创的 因为正值玉兰花开时节而得名 这桂花糖芋头 是无锡的传统名点 玉乃酥烂 香味四溢 这是当地老少皆宜的 应食小吃 看了这么多的无锡小吃 是否打破了您对无锡 只有寺庙 古池跟古运河的观念呢 这儿的美食真是多到让您 吃不完兜子走 现在看到的是无锡太湖传点 是非常出名的无锡米制食品 是熟米粉裹上内馅 捏成各种形状蒸制而成的 它的内馅呢 有荤素咸甜之分 太湖传点兴盛生于明代 后来经过各代明师不断的 研究改进 加花卉 刮果 鱼虫 鸟兽 还有各种形象都引入传点 形成了小巧玲珑 栩栩如生 既能观赏 又可以口常的特色点心 太湖传点相当精致 都是师傅们的巧手做成的 我们这个太湖传点 我们是天上飞的 树上长的 树上戒的果子 地上长的 水里游的 都吃的 我们无锡小吃呢 主要它是那个淮阳菜的派系 淮阳菜的派系呢 那个点心呢 做得比较细腻 因为老话都是说的 上月又天堂 下月苏豪 所以无锡人的点心 它主要一个特点 它比较细腻 清淡 同时我们无锡人点心 是有点带甜味 根据史料的记载 在三千两百多年之前 周泰博由中原奔吴 定居吴西的梅村 开造了中国最古老的运河 博独港 吴西谷运河 跟金航大运河连通 成为贯通中国南北水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 清明桥街区呢 因河而生 因河而新 被誉为是江南沐水塘 运河绝版地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是于清明桥古银河景区的 核心区 清明桥 这里是清林古银河 和波多港的交界处 也是清明桥古银河的精华 最精华的部分 那么清明桥古银河景区呢 规划是4.8平方公里 核心区呢 是18.87公里 景区的南昌街 作为文化 创意 秀闲 旅游潜移的一条街 那么在古银河的动车呢 南辖堂地区呢 我们规划为明硕体验区 在大摇路上呢 准备聚集无锡的传统文化 手工艺作坊 实行无锡的特色 整个清明桥古银河景区呢 最精华的一段就在这里 吃也吃了 玩也玩了 接着呢 要关心一下川的问题 中国思业博物馆 就位在无锡清明桥古银河区内的 大公桥这一带 是江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展厅运用了现代的声光电技术 展示了丝绸古银的锦绣华章 跟丝都无锡的百年辉煌 这个博物馆是由清华大学 所规划设计的 在原来的永泰丝厂的 旧纸基础上建成 在馆里面还保存无锡唯一的一套 完整反应骚丝流程的机械设备 展示了蚕丧种骚丝 捐访的产业链 同时呢 还介绍无锡在改良蚕种上的创新跟特色 无锡自古以来就是生私生产跟出口的基地 现今无锡市场的机械设备跟出口的数量 还占中国同业的25% 并且呢 以品质优良 迟着谈的是跟柱相关的 这个产业跟无锡的蚕丝业一样 也是在中国占有巨大版图的一个产业 那就是砖窑叶 无锡窑群遗址博物馆 地处无锡古运河跟博独港的交汇之处 这里呢 曾经是无锡砖瓦生产贸易的集散地 也是中国古代砖瓦的重要原产地 无锡的砖窑业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为众多的历史名城建设跟发展呢 提供大量精美的橙砖 乌瓦还有地砖 六朝古都宏伟的南京城墙 就留下无锡古瑶砖瓦 来到这里 一定要跟这儿的师傅一起敲着锤 捏着泥 体验制作流程 无锡窑群遗址博物馆 陈列各种历史文献跟实物 并对周边大量古窑遗址进行保护性的修护工作 同时呢还展示部分古窑的主面剖面的实景 形成直观而且具有震撼感的古遗址群展示 清明桥街区在元代 就是朝廷主藏转运草粮的基地 明朝万里年间 它形成了私室跟米室 之后呢 又形成窑叶 修船跟造船叶 还有野柱叶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 二十世纪初呢 又形成纺织 骚丝 面粉加工等新型企业 现今又发展出了商城的经营 锁定了文化 餐饮 旅游 休闲 整个商城形态 是北闹南亚 北购南乐 到了夜晚这儿的生活才真正开始精彩 灯光四射 运河照映着七彩光芒 绚烈的夜色让人舍不得离开的 千年风情 古运悠长 未来这条运河会为无习带来什么样的境界呢 我们期待着 慧山宁人大阿福如何名扬海内外 下段节目呢 要介绍其中的来龙去脉 首页习惯的命运完全给京剧的 给昆曲的命运一样 形象着比较爽 提醒您变频冷气日本进口非常稀少 日历变频冷气荣获经济部MIT微笑标章全国最多 压缩机全部日本制造 日历冷气连续22年理想品牌第一名 连续十年最高荣誉白金奖 日历变频冷气销售第一 当医人我全力以赴 回到家我更努力当儿子的好爸爸 酸痛的时候还好有普拿藤肌力 含天然草本过河和医疗及消炎止痛成分 缓解酸痛有效又温和 普拿藤肌力我的选择 现在还有水性贴布天然如会果冻层 药效渗透快舒适不过敏 普拿藤肌力水性酸痛贴布 谢谢 祝您中奖 有一种爱来自你 来自我 有一种爱温暖它 温暖它 更温暖社会每个角落 因为你 公益财权已创造 2178亿公益盈余 谢谢你 让爱深生不息 财政部关心您 财政部感谢您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陆巡旗 无论你走到哪里 Mr.Brown Always be there 国泰金融集团 支持每一个框不住的梦想 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们最爱玩轻轻 咱们说狗狗嘴巴臭臭 身体也会生病 保路X型结压库 抵抗80%的坏东西 就像天天刷牙 我要狗狗健康 天天陪我玩 保路结压库 有人说无锡人最大的本领呢 就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把泥土变成艺术 做出了远近驰名的会山泥人 而他们呢 还能把普通的排骨肉 化成了美食 料理出家喻户晓的无锡排骨 现在带领大家 瞧瞧无锡人的好功夫 来到会山 除非你视而不见 否则呢 一定会看到这儿的特产 会山泥人 会山泥人作为无锡 三大著名特产之一 距今呢 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 他的创作形态 就如同绘画 有写一根工笔之分 会山泥人呢 分为粗货 跟手捏细纹等细货 粗货中的代表作品 就是大阿福了 请教一下厂长 会山泥人 他大概有分成哪几个种类呢 会山泥人应该说 他如果按照工艺来分 他是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粗货 一类是细货 粗货跟细货 它两者的差别又是怎么样 那粗货应该说是 这个艺人 先捏绿一个形象 然后把它制成模具 然后就用模具来做 几十个上百个 或者一千个这样 用模具印制出来的 那种泥素 就叫粗货 然后细货呢 就不同 细货它是这个艺人 全凭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艺术修养 跟自己的技法 这细艺术 一个艺术就是一个 它不再制模了 它也不再 也不可能制模 因为它的动作都比较大 我懂 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每做一个 也就是绝版货了嘛 因为不可能再做同样的 一模一样都是出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粗货跟细货 你看上去就是什么呢 细货它表现的这个动作比较大 嗯 粗货它就是 圆乎乎 嗯 比较圆魂 哦 那所以像在我背后的这个 这个就是属于 粗货 嗯 因为其实你说圆魂魂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娃娃都看起来很可爱 都是粗货 它有名字吗对不对 它就是大夫 哦 灰山渔人的代表作 嗯 没错 真的很可爱 它也是粗货的代表作 哦 灰山渔人体材丰富 记忆精湛雅俗共赏 江苏无锡市的余香莲 王南仙 是这项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人 同时呢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会山渔人要上采之后 采算完工 因此这儿呢 又成为中国著名的采塑产地 采绘工艺对会山渔人来说 既是必须的 又是复杂的 这个呢就是卉山渔人的代表作之一 手捏细文 那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它的创作者 玉香连大师 老师 那请教您几个问题哦 为什么呢 在做这个泥仁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卉山泥 因为卉山泥的本身的泥土 给其他地方的泥土不一样 不一样 一个免性墙 沙子少 潮的时候不下塌 干的时候不流风 它有这么四个特点 那么这又有一个四个特点 可以搞这个手泥泥仁 假如这个里面 其中有一个不下塌的问题 就跟其他的 你高龄土也好 吃土也好 都要吓它 它都不吓它 还有有些 有些泥土是黑的 有些泥土是黄的 有的是红的 各个地区的泥巴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五血泥巴是黑的 潮的时候很黑 干了以后它就灰的 那么它为什么不下 就是它本能的东西 站在那里 它就不会倒 不会往两头倒 那么很多拿呢 它不往下沉 假如要沉的话 那就是一天外面 加了一两条 才会往下来 它有这个特点 它可受性很高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念西文的动作大脑 就无所谓 明代文学家张代 在他的陶安梦义卷期 鱼宫古条中记载 无锡去县北五里为名山 静桥店在左岸 店惊讶 卖全酒 水潭 花缸 宜心罐 风炉 盆中 泥人等货 可见当时的泥人呢 已经成为商品 进入店铺 但作者 在描写这个精致店铺的时候呢 把泥人放在最末位 不知是泥人 在这店中的位置不明显 还是因为泥人 不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因此呢 从重要的生活用品 像是酒 灌 炉 盆 排起 在挨到把玩的泥人为止 这说明了在明代末期呢 泥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当时很 昌盛的 很 大家都 就就 时髦的很 就是 因为每一家都有 这里江苏 这一带水 都水到地 对 都要 一开撑 都要 撑牛更地 牛要更地 对啊 那么希望自己家里能丰收 所以他必须要买个撑牛回去 这些东西 都是用模子套的 套量的 很便宜 三分五分钱 就能买到一个泥人 所以我们 我们外祖父搞设计的时候 就叫我 你搞设计 因为你要考虑到 人家的购买力 所以只能在 一个大瓶钱 能买到一个人 你就 你就能够生活了 嗯 它有空架的 它设计有个经济空架的 为了能够大量生产 惠山泥人呢 经过无数工艺师 一代又一代的千锤百炼 创造出了像大阿福这样 造型简单 只需要一片膜印制 再加上彩绘 就能雕塑出的作品 而具世文明 少年西文的命运 完全跟经济的 跟困屈的命运一样 生产者比较少 热的人也比较少 都是高文化城市的 那么我也回个头来 无许会人 是大量的是跑的是出货 有母子套的 就像大阿福 大阿福 因为阿福都刚才 我也讲过了 大阿福为什么 那么能给几百年 研究到现在 它不会消亡了 它有根本的 它代表人们的心思 要套个福 惠山泥人的制作工艺 其实非常复杂的 有搓 揉 挑 捏 印 拍 贴 香 画 斑 插等技艺 另外彩绘 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 占有较高的比重 不有三分速 七分彩之说 因为我看到你背后 有这个一张纸 你是贴给自己看的吗 这是自己看的 警示语有没有 有一个就是目标 出作品有韵味 高水平有突破 所以我就觉得说 现在的目标 老师现在还是一直 不断地在要求自己 不管做了多少年 还是要这样 神生要走得好一点 在惠山泥人当中 最受百姓喜欢的 就是大阿福 大阿福呢 他寄托了当地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现在看看这道佳肴 就是文明中外的 无锡名菜之一 它的传统名字叫做 无锡肉骨头 后来呢 为了方便做旅游食品来推广 它改名为无锡排骨 无锡排骨的特点 是油而不腻 酥软香甜 咸甜调和 肉美之鲜 具有无中菜肴的风味 无锡排骨的烹制十分讲究的 一是选料要精 二是作料要好 三是操作要盐 一百斤的生肉骨头呢 要加上酱油十二斤 白糖黄酒各三斤 用文火慢慢煮上两个小时 最后呢 会制得六十四斤左右的无锡排骨 主要呢 还是从选料上 那么选料的话 第一块就是要 一定要有好的原料 那么有了好的原料以后 按照这个 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 加工方法的话 比如说它要加一些红麴粉 那么为什么要加红麴粉呢 它主要是为了上色 那么上色以后 可以加入各种的香料 那其实真正的话 这个排骨呢 它对火候的要求非常严格的 比如说第一次烧的时候 就要用大火 就在非常猛的火 就是把它颜色上去以后 然后又突然又回到小火 让它出油 它中间的话要用中火 到最后的话 要用大火 就是说这个排骨 从生片到出品的话 严格来讲 一般要切到八个小时 这样才能制作成 一道完美的一个无锡排骨 那么口味的特点就是说 你第一口吃下去 可能是比较甜 那么其实你吃了甜以后 慢慢会感觉到 里面还是有一点咸 甜咸适中 也不怎么感觉油腻 然后肃烂脱骨 它还不失它的形状 现代人强调饮食均衡 不能光吃肉的 接着呢 介绍清香的水果 水蜜桃 素有水蜜桃之乡的阳山镇 山水环绕 历史悠久 人文晦翠 这是一个集生态文化 休闲一居一体的大美之地 轻轻的 手打 两个双手去把它捆下来 抱下来的 这样的 看好看 哇好可爱哦 这个就可以吃了吗 可以可以 这可以吃了 是软的 熟透的 像这种就不用放了 对不对 不能放 这个快立刻吃 果大色美 皮薄肉厚 是阳山水蜜桃的特色 紧张 有老的 来下来了 哇我自己亲手 亲手摘的桃子这边 好漂亮哦 对不对 红红的 好可爱哦 号称江南云米之乡的 无锡市西山区 地处江苏南部的 长江三角洲 黄金腹地 自古繁华的西山 商古云集 名人汇翠 是古代文化 近代民族工业 跟现在乡镇企业的 重要发祥地 目前进入新世纪 西山区呢 更发展出了 文明全国的进口经济 加速跟外资的合作 尤其在农业方面特别锁定跟台湾的合作 包括规划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 还有台湾农民创业园等等 至于成果如何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牙齐流血是牙周问题的前兆 严重时可能导致牙齿脱落 牙周市牙齐护理牙膏 含有矿物盐和草本植物精华 临床证实 帮助减少牙齐出血 护理牙周健康 牙周市牙齐护理牙膏 健康美丽要平衡 公园撇去平衡饮料 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们最爱玩轻轻 妈咪说狗狗嘴巴臭臭 身体也会生病 保路X型结压骨 抵抗百分之八十的坏东西 就像天天刷牙 我要狗狗健康 天天陪我玩 保路结压骨 统一生机天然海盐 来自南极海 纯净无污染 美味美食感 统一面包预饭团 指定使用 您现在收看的是 大陆行情 你新晓琪吗 越来越年轻了 怎么那么漂亮啊 新晓琪 让我来追你吧 你到底做什么 我啊 天天喝福乐 盖多多优落乳 他零脂肪 不加糖 卡洛里一点点 还有活进养颜美容 我真的很满意 我也好想说 一起给个赞 给个赞 赞 赞啊 福乐真进步 零脂肪 无加糖 全国为一 想知道心里人气 怎么跳家具吗 19到22 跟我到台北市贸 就对了 我的福乐 盖多多 优落乳 零脂肪 不加糖 高盖 好喝 我给福乐 一个赞 怎么这么漂亮啊 我好想喝哦 新晓琪 我爱你 要调个好老公 更要选对家具哦 跟个耐心 到台北市贸家具展 就对了 当艺人我全力以赴 回到家 我更努力当儿子的好爸爸 酸痛的时候 还好有普拿藤肌力 含天然草本薄荷 和医疗及消炎止痛成分 缓解酸痛 有效又温和 普拿藤肌力 我的选择 现在还有水性贴布 天然如会果冻层 药效伸透快 舒适不过敏 普拿藤肌力 水性酸痛贴布 美乐加油 即将重刺终点站 千万别错过 美乐加油最终回 料理情人梦 接力登场 9月4日起 每周日晚间10点 中视频道 料理情人梦 准时上菜咯 这几周下来呢 我们介绍了几座城市 都位在长江三角洲地带 凸显的是 长江流域的文化特色 而接下来几周呢 将为您介绍的 是以黄河文化为底蕴的 几座城市 它们会让各位感受到 中国大陆变迁之快速 请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节目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 各位朋友 现在教堂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河南开封最热闹的地方 古楼夜市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都喜欢逛夜市 但你知道吗 在唐朝的时候 是有宵禁的 晚上是可以有任何的商业活动 或是有人在路上行走 直到宋诞呢 才完全开放 所以应该显成了这个古楼夜市 因为这个夜市里面呢 非常多好吃 好玩 好懒的东西 但是你要跟我去逛夜市之前呢 请记得换上一双 比较好穿的鞋子 因为听说这一个夜市呢 有几公里长哦 走 逛夜市哦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8月14号 礼拜天的中式新闻 全球报道 我是朱胖镇 我是黄爱佳 新闻一开始 带您关心新北市板桥 发生一起电梯受困意外 陈先生跟家人一共六个人 从八楼搭电梯 没想到电梯莫名其妙故障 对 这诡异电梯 先是攀升到二十楼 再突然的往下滑行 接着到五楼的时候 电梯又在加速下降 就卡在一楼跟地下室之间 还好受困半个多钟头之后 大家都平安获救了 但是呢 他们也饱受惊吓 维修人员好不容易 打开故障的电梯 受困了半个多小时 民众各个是一脸惊恐 我在新北市板桥 文化路这栋二十层楼的住在大楼 小两点多发生电梯受困难件 家住八楼的陈先生跟亲友 一行六个人 准备到地下一楼的停车场 没想到才刚走进电梯 意外就发生了 又被拉到二十楼 被拉到二十楼 然后就直接就下来 下楼不晓得从哪边开始掉下来了 然后刚刚就在那边就卡住了 哎呀真的是就这样 啪啊整个这样子滑下来啊 所以你们是从几楼开始要搭 从几楼 我们刚才 哦我都下冤了 我已经下冤了 陈先生表示 这台电梯已经维修很多次 却都没有修好 现在又在发生意外 他们只希望官位会要负起责任 因为下一次 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继续还是一直 我们的独家消息要告诉您 一台小货车 在新京高雄国道一号 396公里的地方 疑似驾驶呢 踩刹车的时候太用力了 导致车辆整个翻覆 而当时车辆载了十多桶的猪油 就因为这样翻车 流的满地都是啊 这场意外造成了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 整个大塞车 统统的猪油就直接翻倒在车道 货车驾驶急得直接用手 清理地面的油渍 因为这些猪油不但流了满地都是 还不断发出恶臭味 下有一台小货车 行进国道一号396公里处 一次驾驶踩刹车用力过猛 造成货车翻覆 当时车上载满了十桶猪油 也因此掉落整个高速公路 由于猪油流的满地都是 警方担心经过车辆会失控打滑 发生意外 还出动了化学喷漠车来进行清理 这场意外让国道一号回堵将近两公里 大塞车快一个小时 唯一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这一头还在举行庆祝活动 没想到那一头快要出人命了 这只海军在高雄新兵码头举行庆祝活动 忽然之间有个国军弟兄竟然看到 海面上旁边一个女生的头 载浮载成 原来是落雪了 有两名英勇的士官赶紧跳到海里救人 帮人捡回一命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 立刻把落海的妇人拉上岸 开始对她做人工呼吸 13号中午 台军正在高雄新兵码头进行军舰 8号中午